有个地方,刚刚漏掉,只要做标准差的话 一定要外面用run的函数计算到整数为止 所以要四走路 怎么做呢? 其实只要刚刚我们用到标准差的地方,这里 所以我是建议,干脆你就1到4G按去的键 这样就不用改四次,只要改一次就好了 直接游标先放在G2的地方 然后把外面包一个run的 你可以几个方法,直接打 要不就是把这个减下来 不包含等号,再插入一个run的 数学与三角,你往下找run 然后把刚刚那个减下的东西贴到run 贴在这里 然后取到整数的话,整数就是0的意思 其实它本身就没有小数点,所以就不影响,按确定 底下的话,你就向下填满 填满记得不要填,这个要留下 这个地方也是要加run的 另外一种方法,要不然就是这样,不用减下来 直接在外面打 打 r 等号后面讲 round 千瓜糊 然后直接在这个后面加 d0.0 后瓜糊 这样也可以 看哪个方法,你方便哪个方法都可以 反正这个只要不要打错 结果是一样的,打勾 这样的话,变成一到四季 每个地方做一次,那就全部完成了 OK 那完成之后,切到年度报表 要做什么呢? 把四季的东西全部汇整在一整个年度 因为,如果你不会用所谓的资料里面有个合并汇算 这个所谓的合并汇算就是可以把一到四季 合并在一整年度 如果你不会用这个功能,其实也做得到 就是说你要用复制贴,复制贴,复制贴 总共要贴四次 其实做得出来 只是说,当然如果有比较好的功能,那我们就用合并汇算 怎么做?首先第一个,合并汇算 资料,特别重要在哪里? 资料里面的合并汇算这个功能 它意思就是把前四季合并过来 那做法,特别是一,点选合并汇算 二的话,参照的地方,请各位注意,先点击 点击第一季 跟大家讲说,我要把第一季这整个资料 全部帮我合并到年度报表里面 特别注意,题目有提到要把标签名称来自顶端列 来自最左栏 并且建立来源资料连结,这个都要打勾 那我们就怎么样?选取刚刚这个地方按新增 这样的话第一季就过来了,再来的话切到第二季 范围你会发现,保留原来一样,不用变动 直接按新增就可以,第二季也过来了 再点第三季,再按新增 第三季也过来了,再第四季 然后按新增,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可以把一、二、三、四季 所有那个范围的资料合并在一起 但是你会发现,因为最左栏一样 顶端列有些一样,有些不一样 它会怎么做?如果不一样的话 那我就帮你分开在不同栏 如果一样的话,就把它合并在一起 像这后面还有什么?平均、合计跟标准差 它就变成只留下其中一栏就好 它不会多,如果有四个都一样的 那就只会保留其中一个,平均 按确定,你会发现 水耳资料就一到十二月都合并过来 平均、合计标准差只有一个 栏位也只有一个,那就OK了 后面的话,题目还要求我们做几件事 包含就是说,我们要把底下合并完之后 再做什么呢? 它说需要自动更新功能,刚刚打勾就可以 然后来自最左栏,顶端列这个打勾 并且删除B栏,所以把B栏删掉 A到P的栏宽,11.25 所以只要把这个跟这个做完 这一题却有大功告成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话,把B栏删在这里 删除 栏宽的话,A选到P 按滑鼠右键,栏宽 栏宽,11.25 OK,按确定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你会发现,它等于就是把前面的四个工作表 帮你把它全部都放到这边来 并且公式也顺便帮你把它合并汇算过来 OK 那这边的话,最后把它另存心打 名声的话,EXA206就可以了 206 先存在桌面 OK 好 那这一题的话,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先放给各位 合并汇算 好